哈喽大家好,我是娟恩姐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勾一下这款向日葵花的小包 这款小包呢它是由几个颜色搭配而成 非常的好看 勾边方法呢非常的简单 非常适合新秀姐妹来勾的一款小包 我们用到的线呢是五股浓寨棉 勾边的型号呢是3.0毫米的 好了话不多说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勾一下这款向日葵花的小包 接下来我们来起针 大家看一下 把线绕手指一圈 拿下来 左手把线搭好 捏住这个地方 勾针穿进来 把线绕住拉过来 勾一个变子针 接下来呢我们再勾两个变子针 第二针 第三针 这三个变子针呢是长针的起立针 同时作为一个长针来使用 接下来呢我们在圆里面穿针 勾出15个真正的长针来 大家来看一下 三个变子针算作是第一针 勾针绕住线 穿针进来 把线勾住拉过来 拉到和三个变子针等同的高度 然后呢把前面两个线圈并针 再把这两个线圈并针 那么第二个长针就勾好了 按这个方法呢 我们再勾出14个长针来 第三针绕住线 穿针 拉线出来 然后并针 然后并针 再并针 第三针就勾好了 第四针 那么第一圈勾好之后呢 总共是有16个长针 在16个长针里面呢 包括15针真正的长针 和三个变子针 之前说过的三个变子针 算作是一个长针来使用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第一圈就勾好了 总共是16针 那么把这16针勾好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线尾用力拉紧 然后呢 我们连接一下 把线拉长 直接剪断 下一圈要换颜色 用缝合针来进行连接 大家看一下 跳开三个变子针 我们从第二针 长针针眼里面穿针 这样穿针进来 通过这样的连接呢 会呈成一个新的针眼 扣在这个三个变子针上面 然后找到最后的一个 长针针眼 调它的后半针 连同下面这个线圈 这样连接好就可以了 第一圈正式完成 然后呢 我们在反面 把这线尾藏一藏 同时呢 把这个线尾呢 也穿到这个针眼里面来 都给它藏好 都给它藏好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第一圈正式完成 总共有16针 对应16个针眼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二圈 我们换一个颜色 换成这个棕色 大家看一下 随意在哪个针眼里面 穿针带线都可以 穿针进来 然后勾针 勾住线 这样 带过来 压住这个纤维 我们先勾两个变色针 那么这两个变色针呢 算作是一个中长针来使用的 接下来呢 我们还从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两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 勾针绕住线 从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 我们再勾上一针中长针的未完成针 勾针绕住线 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然后呢 把勾针上面的五个线圈 拉线并针并在一起 然后呢 再勾上一个变色针 这是一个枣形针 接下来呢 我们在第二个长针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枣形针 绕住线 穿针进去 把线勾住 拉过来 这是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 勾好一针了 然后呢 勾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 这个时候呢 勾中上面是有七个线圈的 把这七个线圈 拉线并在一起 勾一个变色针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枣形针是比较特殊的 它是有三个变色针的存在 只有这第一个呢 是比较特殊的 那么第二个枣形针呢 它就是正常的了 接下来呢 在每一个针眼里面 都正常的勾上一个枣形针 就可以了 大家再看一下 勾针绕住线 在第三针里面穿针 勾出三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 有七个线圈之后呢 把这七个线圈 拉线并针并在一起 勾一个变色针 把这一整圈 全部勾好 好 紧勾勾看一下 第二圈就勾好了 总共勾了16个枣形针 把线拉长 剪断 用缝合针连接一下 第二圈的连接方法呢 和第一圈的连接方法 也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就在这个第一个 枣形针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在最后一针的这个位置 后半针这样穿出去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反面把这个线围藏一藏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第二圈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三圈 第三圈又需要换色了 我们用这个黄色线来勾 第三圈在穿针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就在两个枣形针之间的这个位置穿针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黄色线带入 压住线尾 先勾三个变色针 接下来呢 还在这个地方穿针 我们勾出四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大家注意看一下 勾针绕住线 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然后呢 把前面两个线圈并针 再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接下来再勾好三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勾针绕住线 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并一次针就可以了 再勾好两针 好 勾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勾针上面的所有线圈 拉线并针并在一起 然后勾一个变色针 第一个枣形针就完成了 然后呢 再勾一个变色针 第二个变色针呢 是两个枣形针之间隔开的一针变色针 接下来呢 我们在下一个空隙里面穿针 勾出第二个枣形针 也就是勾出五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然后呢 把勾针上面的所有线圈 拉线并针并在一起 一个变色针 然后呢 再隔开一针 第一个枣形针是特殊的 那么第二个枣形针才是正常的 按这个方法 把这一整圈全部勾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三圈 这一整圈全部勾好了 把线拉长 用相同的方法连接一下 在第一个这个枣形针针眼里面穿针 在最后一个枣形针针眼里面 这样挑后半针穿过去 拉紧 再反面把这线维藏一藏 一圈换一个颜色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第三圈正式完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四圈 第四圈呢 我们需要勾出一个正方形来 我们换成绿色线来勾 还是在两个枣形针之间 隔开的这个变子针下面穿针就可以了 两个花形之间的位置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压住线尾 先勾三个变子针 算作是一个长针来使用 接下来呢 还从这个空隙里面穿针 再勾上两个长针 勾针绕住线 穿针 拉线出来 并针 再并针 再勾上一针 先勾好三个长针 接下来呢 在下一个空隙里面穿针 我们勾出第一个角来 我们来勾一下 先勾三个长长针 绕线两次 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并三次针 第一次并针 第二次并针 第三次并针 这是一个长长针 再勾好两个长长针 勾针 绕线两次 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并针 然后再并针 第三次并针 再勾好一个长长针 连续勾三个长长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勾两个辫子针 然后呢 还在这个空隙处穿针 再勾上三个长长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角就完成了 每一个角都这样来勾 接下来呢 在下一个空隙处穿针 我们勾上三个长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然后呢 在下一个空隙处穿针 勾出三个中长针 勾出线 勾出线 穿针 拉线出来 直接并针 这是中长针 再勾上两针 然后呢 在下一个空隙处穿针 再勾上三个长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在下一个空隙处穿针 再对应勾上一个角 先勾上三个长长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然后两个辫子针 再对应勾上三个长长针 好 姐妹们看一下 第二个角就完成了 那么我们这个正方形的轮廓就出来了 刚才我们勾的这个地方呢 是第一条边的这个位置 按这个方法呢 我们再把后面的三条边 全部这样勾起来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再来勾一下